好我们再来看看澳洲在南半球 他们的总理爱班尼斯已经宣布了 将在下个月11月4号到7号访问中国大陆 他预计跟习近平以及李强会晤 那两个国家互是善意 过去7年我们知道这两国的关系都非常不好 那包括呢这个上一个总统 上一个总理 其实某种程度也是比较强硬派的反中派的 所以两国的关系已经这个截动非常久 现在要解冻了吗 有一些征兆我们先来看看在澳洲部分 10月20号的时候澳洲宣布了不取消 中国大陆的企业蓝桥集团的澳洲子公司 对达尔文港的99年港口租约 就把这个禁令给取消了 而另外10月22号大陆的商务部宣布 中澳就这个所谓葡萄酒 澳洲葡萄酒的关税问题也达成共识了 那你也可以看到呢 在早先时候8月5号 中国还取消了澳洲的大卖关税 9月28号开放澳洲的甘草进口 还有一个指标性的新闻 就是已经被关押超过三年的澳籍华裔记者陈磊 还记得他吗 这位主播他被关押三年 对不起超过三年 现在被释放了 而中国大陆现在呢 有一些对于美国所谓贸易战的反制措施也出来了 包括最新宣布的是对于石墨的限制令 中国管制战略资源 石墨他管制他出口 说这是为了会获我们国家安全 那石墨是什么呢 石墨是制造电动车电池的材料 中国大陆是世界上最大的石墨生产国 它供应全球大概有67%的天然石墨 我们看到中国这个禁令出台了之后 日韩的评估是说影响会非常大 韩国政府还为此召开了紧急会议 因为南韩有93%的石墨是从中国进口的 日本也是大概有九成的石墨从中国进口 而今年一到九月进口中国石墨最多的国家 分别是美国 韩国 波兰 日本跟印度 所以现在大家可能都在想办法来因应 想解决之道 中国大陆我刚刚讲了 对美国连续出拳来做一个反击 这个是贸易战的延续 包括今年二月你看到了 它修了139项的规定 互联网 太阳能这些领域要列入管制的范围 然后禁止稀土技术出口 八月是禁止加根者出口 十二月就是我刚刚说的石墨出口限制开始了 而另外我们看到了苹果的CEO库克到了北京访问 就是它今年第二次访问中国大陆 我们看到它是为什么到中国大陆去呢 是不是为了iPhone 15的销售量呢 因为我们看到iPhone 15系列机型在中国大陆发布之后 前面17天 在中国大陆的销量较去年下降10% 而另外一方面 华为的手机在中国大陆九月是销售量的第一名 中国移动中国的国营企业 它打算采购120万只的MAT60 五款等五款手机 把这个华为的手机销售量再冲高一波 而另外我们看到双十一 在中国大陆非常著名的购物节即将来临了 在网络上面我们看到 已经有人把苹果的iPhone 15的价格往下调了 降价800到1000元人民币大概是三四千块台币 现在库克到中国大陆 那当然强市场还有包括供应链 它说有超过95%的产品 我们都在中国制造组装 所以它是在安定人心 还是要保证它的供应链的出货顺畅呢 我们先来看看所谓一些机构数据的显示 2023年第二季度 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iPhone的最大市场 所以它是抢市比较多 还是说这个供应链 它也要把它稳住 到底为哪装 我们先来问问看两哥 这个iPhone 15在大陆卖的不好 我觉得有三种原因 第一个是它刚好创到了 Made 60 Pro 那这个都是高阶手机 那中国大陆好不容易看到 华为出高阶手机 爱国星一来就 大喷发 就先去买Made 60 Pro 还有第二个 自然iPhone 15也要怪自己 因为它跟iPhone 14的创新很少 而且人家也预期明年就要出iPhone 16 听说iPhone 16会是一个大改版 那我这样干嘛买iPhone 15 那还有第三个原因就是 因为很多人担心你有部分是在印度制造 这个就是在疫情期间 我有一些朋友在广东就买到印度制造的iPhone 他们有人说过热 就是有 反正就是品质不好 那这个库克跑来中国说保证95%在中国制造 这个不是伤透了印度的心吗 这太好笑了 他本来在印度大概占比大概只有5到6% 可是他到印度都一直在吹牛 所以印度未来的占比要到20% 人家当然就会去怀疑说 我现在iPhone是不是都会买到印度制造 印度制造就是 至少在国际上还没有建立品牌 所以人家当然会怕 这个中国大陆管制石墨出口 事实上是美国逼出来的 因为你干嘛去突然限制英伟达 就是NVIDIA A800跟H800的晶片出口 这个实在是很莫名其妙 因为中国大陆H100他买不到 他就认了 那A100人家华为也做出来了 那NVIDIA他就说我弄个A800 H800 那我这个黄仁勋他也想他要赚这个钱 因为NVIDIA在中国大陆的市场也有20几% 结果美国商务部就突然又给人家进了 而且不止这个 那我觉得中国大陆就有点火大了 说你不是何立峰就要去美国了吗 那你出这一招干嘛 那他已经有一些反国家管制法 法律都出来了 他一定要做反击 所以就出来了 表示人家工具箱里面早就有牌了 只是等你 等你攻击我就出手 是啊 就是这样 而且石墨比加根者还要严重 因为他关联的产品更多 所以我是觉得美国真的 我认为拜登真的是 最近光是去关心小祖宗以色列 大概别的议题他都没心了 小祖宗 我讲爸爸你变成金钟了 小祖宗 就是他 我还加个小子 就是我觉得他真的是没有心 你到底要不要见习近平 习近平是下个月18号 对 射程 那你何立峰要先去 接下来王毅还要去 你现在时间来得及吗 今天23 所以我觉得拜登真的是有点乱了套 因为你真的要限制 那个AI晶片的出口 你可以明年一月再宣布 你急什麼 何必呢 在這個節骨眼 是啊 就是這樣 是 好 我們先進一下廣告 好 我們持續來關注 澳洲跟中國大陸 現在他們要解凍了嗎 看起來艾班尼斯 下個月要來訪問中國大陸了 會有什麼樣的新發展呢 請教院老師 對 我覺得澳洲在歷經了 七年的跟中國關係不好以後 所有的酒 鐵礦 什麼大麥 龍蝦什麼的話 都遭遇到很大的疏受的壓力 因為中國的市場太大 另外的話它影響非常深遠 因為澳洲 我再相信 改革開放時間 移民澳洲人搞不好超過移民美國的人 有非常多的 本來是有非常好的往來的關係 但是澳洲前衛的總理叫莫里森 莫里森的話 他基本上是完全聽美國的話 然後就是反華 然後做任何事情的話 美國說什麼他就做什麼 而我覺得這裡頭當中 我覺得阿爾巴尼斯 因為他本身是屬於工黨 基本上是社會黨 社會黨比較了解大陸很多做法 那莫里森的話 他比較幼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的話 牽涉到了這麼一點點意識形態的認知 阿爾巴尼斯從上台的第一天開始 就表示他要訪華 現在到了11月7號 已經完成這個心願了 那也是非常重要 這裡面的話 所有產生的影響當中的話 基本上都是澳洲 明顯的是為了要找尋的市場 但是你可以看得出來一個跡象 就是說澳洲目前的所有的做法 都是受到美國准許的 所以可以感覺到說 中美之間的話 因為剛剛提到APEC的話 拜登的話 一方面的話來打壓 另一方面想要見面 想要見面要解決很多問題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陳雷的事情 我必須坦白講 陳雷的事情的話 第一個他判的刑期並不長 兩年多 他被擱置了一段時間 合起來三年 他判的刑期並不長 相較於所有在大陸 針對於監禮案判的話 我看連十分之一都不到 第二件事情的話就是 陳雷本身是央視裡頭 原來非常受到重視 我仔細一看 陳雷又沒有說是特別顯眼 為什麼受不受到重視 澳洲的保健 就是推薦的劍 就這種情況 所以陳雷 然後第三件事情的話 陳雷回去到澳洲 還是依然非常高調 因為他自己知道 自己所扮演的角色 因為對於大陸 現在的氛圍當中 出現了一個間諜 然後又是這麼這麼的 情況極為特殊 我覺得大陸本身 也給足了澳洲面子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念 另外的話 有關於剛剛提到了 說是iPhone 15 是不是在印度做的 我為什麼一直在笑呢 因為亮哥在提到 這件事情的時候 對我來講的話 其實是我們一個 很大的忌諱 就是說人跟人之間的話 有生產不同的文化 有的話是增加了 很多咖哩味 有的增加了豆漿味 什麼的 這個是不能講的話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有這麼一點點 這是好像價值判斷 歧視的意思 對不對 但是我們必須要看數字 講話 對不對 那庫克這邊講 我覺得非常奇特 因為原來iPhone 不管在這種國際 就out sourcing的 所製造的過程當中 不會提到這麼敏感的議題 從95%在中國造 然後換而言之最多 也5%在印度造 就不會提到這種事情 既然從庫克嘴裡提出來的話 就是他心裡非常明白 一方面的話就是說 這個可能牽涉到銷路問題 另外一方面的話 可能還真的有這麼點問題在 所以說庫克等於是 間接的證實這個觀點 所以說從這個角度來講的話 也確實說明印度製造的iPhone 只是不知道庫克這一番話 講出去之後 印度有什麼樣的回應 非常不高興 我當時都不高興 我當時都不高興 好 兵哥怎麼看中澳 以及中國大陸的經濟的一個組合拳 其實我覺得 中澳其實本來就根本沒有什麼理由 要敵對 現在這樣其實反而是正常化的 一個表現 因為這兩個國家相距這麼遠 說真的也沒有什麼戰略上的衝突 何必要搞得彼此你死我活 你敬我這個我敬你那個 根本毫無意義可言 我真的看不出來任何一點 中國大陸想要侵略澳洲的意思 我也看不出來澳洲 澳洲有什麼必要去 跟中國大陸打一場架 所以這兩國本來就是應該 好好做生意 大家互惠不是挺好的嗎 那過去因為Morrison的關係 就造成大家激動 因為他一直都跟著美國走 那我覺得阿伯尼市場 就是比較務實的路線 他其實也沒有說不跟著美國走 他還是跟著美國走 只是在某一些地方可以放鬆 我們就盡量放鬆 至少讓自己人先賺點錢 我覺得這個沒有什麼不好 所以我覺得中澳這種發展方向 應該是大家都樂於見到 美國好像也沒有什麼道理去反對 那倒是 中國大陸現在一步一步的 在管制這些戰略資源 我覺得這個就是對 中美貿易戰的一個回應 因為他也不可能 一直任人宰割 就是讓你美國一直不斷的制裁我 我都不做任何反擊 他一定要做 但這個制裁能夠發揮多少效用 我老實講 石墨也不是中國大陸獨有的東西 因為外國要做也是做得出來 只是成本高低的問題 然後還有量的上面 是不是能夠一下之間追到這麼大 所以這個在短期之內 一定會對歐美產生一些困擾 但是我覺得這個困擾 倒不是很久 而且我認為中國大陸也不是完全進決 他也就是看情況 我看關係 因為他是Case by case 看你來申請的狀況 你申請我覺得OK的 我還是可以給你過 我覺得他只是把它當作一個籌碼 在運用而已 至於iPhone 15 我就直接坦白講 我認為iPhone 15會賣得不好 其實跟華為跟什麼 都沒有什麼太大關係 就是跟他自己有關 因為說真的 我自己是從iPhone 4一路用到現在 就是你15真的會讓大家覺得 好像沒有什麼很特別吸睛的地方 不管就算你是用鈦合金的機身 好像你沒有什麼很新的技術 或你說你用3奈米的晶片 大家也感受不到 但實際上 他不只是在中國大陸賣得不好 他在美國也賣得不好 在美國本土自己都賣得不好 反而是在哪裡賣得好 在日本賣得好 然後在印度賣得非常好 因為同樣 就跟大陸人現在 想買華為手機一樣 因為這次蘋果是印度人自己做的